原标题 2018中国航空工业学和成绩的满意度你来评判 加速奔跑的2018年 即将与我们挥手告别 挥手这一年 用日新月异来形容中国航空工业的发展 是在恰当不过的 2018年 中国航空工业为大家呈现了一张圆满的答卷 一起来看看这一年来的成就吧 一始量版歼10B震撼全场11月6日 在珠海航辖现场 歼10B推历史量验证机 接连上也演进时机动落叶飘等高难度的 或是速机动飞行动作 引发国内外媒体的高度关注 网友看后也纷纷表示 歼10B战机表演太精彩了 看完后满满的自豪感 实在太给国人长脸了 想必 今年的新晋网红 歼10B推历史量验证机 是最吵大家喜爱的吧 2歼20隐形战机量弹操驻海航展 最后一日中国空军派出四架歼20隐身战斗机编队亮相航展 以庆祝自己69岁生日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 有两架歼20隐身战斗机 受刺在公众面前打开了全部的肌腹弹舱和策弹舱 战事其内部挂载的二枚霹雳 富时近距离的空空导弹和四枚霹雳 富时五中距离蓝色空空导弹 歼20今年这一秀 可把美国击坏了 前段时间还在基地搞出一架外形相似的高防版歼20出来 虽然假想敌是每个国家都设置了一种军事单位 但美国对此格外重视 不仅将自己飞机图成歼20模样 连F-16的涂装都不放过 要跟歼20穿一样的外套 可见歼20今年这一批 着实跟美军心投添了不少赌 三运20运输机改加油机12月5日下午 据马洛消息 我国运20大型运输机第一种重要改型 运20由空中加油机守备成功 虽然暂时尚没有任何图片曝光 但是军迷们依然难以一直兴奋的心情 因为中国这只巨龙 已经被空中加油机困住太久了 看到这个消息还是很令人震惩的 我国太缺乏大型加油机了 不仅是空军 海军也是 空牛6至今已经二十多年 这种最大输油量 仅仅是8吨左右的加油机 对于大型飞机来说 熟同鸡类 给两架苏30加油都不够 实在没法是因为来需要 空牛6只是解决了 我国空中加油机的有问题 早就需要更多更大的加油机了 4G20上港20家族的G20直升机 一直是众力巨大千百度 由宝屁爬板遮面 而在今年随着各大军事论坛的纷纷爆料 我们终于可以一睹一起露山真面目了 2月份 两张由网友拍摄的直20通用直升机的高兴照片 在网络上了一炮走红 总观这两张照片 无论是画面本身的清晰度 还是直20通用直升机的完成程度 都数前所未有的程度 除了已经欺上中国陆航机会和编号 正在高原地区测试的直20 据照片发布人在社交平台上的原话称 直20上港 大家收 新上班 似乎已经明示直20已经进入陆航部队服役 -20通用直升机投入服役之后 中国的陆航部队也将很快摆脱陆战辅助的身份 转变为一支能独立随形战役的作战力量 虽然 我们没能在今年中海航展上如约见到直20的身影 不过 下一届 他应该不会缺席 5昆龙出水 AG600水上首飞成功 10月20日905分 湖北京门张河机场 我国自主颜色的首款 大型水路两栖飞机昆龙AG600水上首飞成功 AG600昆龙和C919大型客机 运20大型运输机 并成为中国三大飞机 作为我国大飞机三兄弟之一的大型水路两栖飞机昆龙AG600的路上 水上成功首飞 是继我国自主研制的大型运输机运 20实现交付列装 C919大型客机 实现首飞之后 在大飞机领域取得的有一个重大突破 填补了我国在大型水路两栖飞机领域的研制空白 为我国大飞机家族再添一名重量级选手 虽然AG600可能并没有多少市场和订单 但是不能因为买的人少 就说它是浪费钱 是劳民生财 是技术落后 相反他们是我国大飞机制造技术的起步 是即时 有了他们 才有可能谈以后的创新和超越 6FTC2000G成功首飞 9月28日上午10时49分 由中航贵贵公司研制的首架FTC-2000G成功首飞 FTC2000G飞机 是由我国自主研发制造 只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 有着多种用途的机型 它的实用性能非常的强 性价比很高 不但可以夜市夜战 还有多其他的可塑性 比如如果需要用来执行侦查 电子作战等任务 是可以通过加装相关任务设备 或吊舱来实现的 FTC2000G总体来说 就是一款外贸机 价格低廉 性能还不错 非常适合小国的经济发展水平 和国防开支情况 期间15夜间起假 5月24日 杨氏新闻公开报道了 梁宁建首次完成夜间起降的画面 这是歼15战机夜间训练的首次曝光 这一报道能看出歼15战机夜间训练状态良好 也肯定了歼15战机 只为全时段起降的能力 舰载机起降 不比在陆地机场起降 陆地机场往往有着超长的跑道 空旷的场地和完备的指挥 而现一航母中甲板最长也不过300多米 宽40米 周间起降已是如履薄冰 夜间起降更是刀尖上的舞蹈 飞行员稍有失误 就会撞上航母或者坠海 歼15成功在辽宁起降 才意味着中国航母的真正成熟 火候到了 后续的事也就水到渠成了 至此 中国机本走完了舰载机飞行员训练的流程 在继续航母做训经验的同时 也像不看好中国航母的外国 证明了中国速度 把一龙ID成功首飞12月23日 中国首款全赴 才多用图无人机一龙ID无人机 在西部机场成功首飞 这是中国航空工业 一龙家族无人机系列化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如今 中国的无人机畅销全球 生意做的是风生水起 一龙ID首飞 这也算是中国为世界各国放上的一场卖家秀 绝对惊艳事件 这次首飞第一龙新款无人机 是中国制造的首款全赴才多用图无人机 所以 他的首飞才是如此的值得能关注 这也是世气猛龙 骁龙之后 中航空夜龙家族传奇的新成员 一龙 一龙新款无人机首飞 标志着中航空夜龙系传奇还在续写 2018年 是中国航空工业腾飞第一年 这一年 不仅仅只有这些辉煌之际 还有八一飞行表演 《嘴飞越长城》 《月二是空头》 轰六K手叫南海 快来给中国航空工业点赞 您的满意度评判 是对中国航空业发展的最大肯定 2018记忆我国航空工业 取得跨越是增长 这是基于我们的希望与梦想 它从来不曾 停下前进的脚步不断的变化 与成长未来的中国航空工业敬请期待 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